你们今年都不回来过年的吗 还有四天就过年了 什么来那些最繁华的地方看不到人 没有人 再看看 吃饭的地方有没有人 一桌 只有一桌人 都不回来过年的吗 实在是太冷清了 太冷清了 那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没有人 人都去哪了 我就搞不懂了 现在买房子已经变态到啥地步了 职业顾问我给你们都得带上塑料酒品会 九十万的房子 总价九十万的房子 你在客户上来看哪儿 几个带客户来看房子来 看完之后 房子是很满意 哪个哪个都想懂了 然后开始谈价格 九十万的房子 上来看七十万 你这是拿大刀来看的吗 反正我看上兜兵上都是这样看 看少了我怕看贵楼 你这看的也不关呀 你这查的也太多了 然后收入物人也不卖颜柯的 你不夹 连摊的余地都没有 可我反正要夹关 最多再夹两块钱 哎呦孔季孙年都安静了 我呢看看职业工 职业工业脸色 难看的干啥呀 这么多客户 我马上就得看 心脏病都复发了 上来给我看二十万 这谁管受疗 弄的我都管笑 砍价没有错是吧 但是也得有个度 你也不能说 查太多个的 不要管看东西上 这个砍十万那个 那个砍二十万的 你就 你要再想想可以砍呢 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 然后 整个村庄都很安静 农村基本上就是 没有一点点过年的气息 人 太少了 没有了往年的那种热闹 感觉一点年味都没有 偶尔能见到一两个人 然后一辆辆车 真的是 感觉太凄凉了 真的是太凄凉了 连泡声都很少很少 可能大家现在对这个过年 已经都不太 都不太感兴趣了 真的是一点点年味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也都是这样 反正我这边 真的是 看不到人 真的 还好下大雪了 还有点 冬天的味道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周六 看看不应接依然客流很少 本来期待着过年前生意好点 备了很多货 做好一切迎接好生意的准备 没想到就这样冷冷清清的结束这一年的黄金时期 就是没人真的很奇怪 都啥时候了都不买东西吗 没一点烟火气 这样的生意实体店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计划腊月二十九开始方年假 做服装二十多年不管生意好坏 都会坚持到最后 多卖一天总会多点收入 你还没进账就花了四千多 昨天我把店里的沉点重新调整了一次 羽绒服也点了一下数 还有八二三件 今年肯定是卖不完了 前面脸杆子是轻薄型的 不及伸不下 后面长款厚的四五十件 年后就卖不动了 这个美女试穿了一款羽绒服 现在特价六百九 从刚开始给四百 来了三趟才拉下 说特别喜欢要穿着走 然后进来一家子 阿姨买了一条裤子 特价的一百九 现在一点了 牛嘴八百八 上楼吃饭 今年我们一家可能要分三个地方过年了 我和陈果坐同学车回去 陈宇去天津舅舅家 年初一陪他外婆坐高铁回家 孩子爸爸今年不回去 他说我们走了 他天天上班 过年也不打算休息了 现在状态都这么差了吗 这么萧条的 老板你们这夜市生意还蛮好了 不行了 我本来想拍个烤串江湖的 今天去了四个夜市 你们看一下 一片冷静 我记得以前路两边都坐满了 这还是我们记忆中的长沙夜市吗 这是晚上11点的动静美食街 你看着坐一空的 这些店直接就躺平了 门口这一群是代价的师傅在等生意 这么冷的天 代价的生意好做吗 这是冬天的夜市 还是夜市的冬天 冬天已经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还会远吗 国际上班一样会失业 他被裁员了 一家人靠一点点积蓄生活 之前同事和我说 他老公是上个月被裁员的 距离过年就十几天 竟然被通知裁员了 被漂快十年最终也没有躲过这波失业潮 这几年感觉不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在裁员 救援环境很不好 就算没有被裁员 那也是各种变相将心或者延迟发放工资 再或者连年终奖也被取消掉了 这样的生活就很难坚持下去 钱同事说他老公很焦虑 马上过年了却得到这样的消息 根本没有心情投简利 这大过年的还想买点年货 收拾行李回家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别说房贷 再加上他刚生完小孩 辞职在家照顾孩子 只有老公一个人的收入 中年失业真的很艰难 现在很多大厂都是35岁为上限 前同事说着说着都要哭了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现在距离过年已经很近了 那么晚上我们经常能看到 很多朋友说 过年的广州就像你做空城 那么今天呢 已经是2月8号了 那么距离过年了越来越近了 确实 现在在 广州的一个街上了 可以看到 人流量以及车流量 是明显 减少了很多的啊 店铺也已经全部关门了 整条街上空空淡淡的 现在啊 是早上的一个 11点左右 那么像以晚这个时候呢 车上的一个 人流量跟车流量都是 比较多的 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 但是现在呢 冷冷清清啊 因为广州啊 主要是 很多啊 外来的人口 来这边工作啊 然后 创业的 但是呢 这些人呢 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 回到家里面去了啊 有些是提早了一个星期回 有些是提早两天回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现在广州的一个人流量 明显减少了很多 也是像晚上说的一些啊 成功成了 而我这边呢 是因为要上班 所以说就继续坚守在广州这边 但是呢 今年的广州 那这个人流量跟车流量 我也是第一次见了 跟晚上说的那些工程 感觉也差不多了 可能到 春节的时候呢 这个人流量会更少一点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今天就走 那明天的话呢 可能情况 就是人流量会更少一点点 这个情况啊 确实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 而且呢 广州天气又冷 又 准备要下雨 据说呢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 不出门了 那到时候啊 啊 更加啊 少店铺开门了 这个情况呢 不知道大家觉得啊 啊 呃怎么样呢 这人流量跟车流量 啊 是不是像空城呢 这人流量跟车流量 有多点 偿 这人流量会更多 这人流量 这人流量